烏冠特军方訓言人同當地媒體報導 槍手在星期二向一輛載有工程及運輸部長阿馬拉將軍的汽車發射子彈 槍手星期一在尼利亞中部一間伊斯蘭神學院綁架蘇生命議堂 這是最近一波大規模綁架浪潮 迫使北部一些州關閉公立學客 加拿大新民主黨領導人賈格梅特新格呼籲議會進行緊急辯論 之前有215名兒童的屍體被發現埋葬在原土主寄宿舵後 全球最大肉類加工公司JBS遭網絡攻擊 影響北美及澳大利亞電腦系統的服務器 星期二以千計澳大利亞人工作受到影響 俄羅斯當局在議會大選前加大了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壓力 歪放俄羅斯運動負責人 星期一晚間乘飛機離開勝皮得不好 我們的視頻 歡迎收看